好,那下载完之后呢 我将这两个档案摆放到桌面上 那我们先来安装miniconda 好,那我这边就点选继续 然后继续 然后继续 然后同意 那这边就点选安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安装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Close 关闭安装的程式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安装 Visual Studio Code 那它目前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我们可以按解压缩 好,那解压缩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执行档 那这个执行档啊 同学使用这个Mac 你可以 OK,好,其实你点两下它就会开启了 那我们会建议各位同学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啦 就是你可以将它 就是你可以将它托移到你们的Applications这个资料夹之中 好,那这边我们来操作给各位同学看哦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安装好了 你看它就打开来了 好,其实我们这边先把它关掉 那同学我们可以打开资料夹的这个部分 资料夹的这个部分 那同学在Applications这边 你可以把刚刚解压缩出来的Visual Studio Code拖进来 好,那个Move 好,那这样子的话 就摆放在应用程式的这个资料夹之中 好 那你要启动Visual Studio Code 其实你就是点两下 OK,好 那它就可以打开来 好 那同学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 两个这个程式的这个执行 我们说你一开始可以写两个程式嘛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写Hello World跟Zen of Python 这两个程式 然后去执行它 好,那同学首先我们这个Visual Studio Code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去开启资料夹 开启资料夹或者去新增档案等等的 好,那这里的话呢 嗯,这里的话我们就在桌面上面来做一个专案的资料夹 比如说同学可以在桌面上面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新增资料夹同学可以给它一个档案的名,资料夹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叫它叫做FIRST PYTHON PROGRAMS PROGRAMS OK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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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资料夹去点选 OK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应该是说我们就可以开启 Visual Studio Code 然后我们可以在刚刚这个 Open Folder的地方 然后我们去指定桌面上的这个Folder 好,在桌面上面 刚刚有一个FIRST PYTHON PROGRAMS 好,那我们就点它 然后我们就Open 好,那同学开启了之后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个空的资料夹嘛 那这没有问题 那它在 这边有这个New File 可以让我们新增档案 或者是你点这个New File 好,那我们就新增档案 那我们就新增Hello World 点拍 好,副档名点拍 好,那在 程式的内容中我们就输入 好 我们就输入Print Hello World 好 然后要记得要存档 我们就把它存档 好 好 那存档起来以后呢 同学我们就在这里再新增 一个档案 zen of py py 好 那我们的内容就是Import this 然后存档 OK 好 那这两个都 档案都打好 然后都存档好了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啊 来执行这两个程式码了 好 那同样我们要执行这两个程式码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一个工具 它叫做终端机 那Mac OS的使用者 你的终端机 就叫做终端机 OK 好 所以比如说我在搜寻的地方 搜寻Terminal 那或者是 中文的这个名称就叫做终端机 那你就可以搜寻到这一个软体 好 那同样 这软体打开来之后 嗯 你会看到它前面有一个小括号 Base 那这个是我们的MiniConda 已经安装好的一个讯息 好 那我们现在 开启了这个 中端机之后呢 用我们的路径 我们的路径它是在使用者的加目录 也就是根目录 users 然后username 这个路径底下 那我们要前往桌面 所以我们可以CD控一个Desktop 好Desktop 那我们的程式码放在First Python Program 这个资料夹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 再接下一个资料夹的名称 好 所以我们就是CD控一个Desktop 然后Desktop First Python Program 这是它的资料夹名称 好 那同样在这个 嗯 资料夹中 同学我们如果用 lsList指令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两个资料 两个档案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编写的这两个档案 OK好 那同样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执行它 有Python控一个HelloWorldPy 然后Python 然后Python 空一个Zen of Python 好 那同学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本机的 环境的一个设定 并且顺利的执行了两个一开始可以写作的程式 最后可以分析 如果您必须一起转抢